你是不是也经常感到腰酸背痛,脖子僵硬? 好不容易按摩,贴膏要好了,结果没过多久,那种熟悉的酸痛感又找上门来,简直没完没了。 如果我告诉你,有一种几乎零成本,人人都能做到的日常习惯,就能把这个凡人的老毛病挡在门外呢? 这不是什么偏方,而是一项刚刚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《美国医学会》杂志《网络开放》《German Network Open》上的最新重磅研究。 在这项研究中,科学家们对701名从近期腰痛中恢复的成年人,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追踪,想找出到底什么方法能最有效的预防复发。 研究给出的答案,可能简单到让你惊讶。 这个神奇的习惯,就是,走路。 但真正颠覆我们认知的,是研究发现,走路的量,远比走路的强度更重要。 研究人员特别强调,你根本不需要气喘吁吁地快走或跑步,即使只是每天悠闲地散步, 只要累积了足够的时长,就能产生巨大的保护效果。 在研究中,科学家们指导参与者执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步行计划,平均每周五次,每次30分钟左右。 仅仅坚持了这一点,一年后,他们腰痛复发的风险,就成功降低了将近一半,49%。 为什么即使是悠闲地散步,却有如此强大的效果? 研究人员解释,这背后有多重科学机制,首先,走路能温和地,持续地强化你的核心与背部深层肌群,等于给你的脊柱穿上了一件天然的盔甲。 其次,规律的步行能促进脊柱周围的血液循环,带走岩性物质。 最重要的是,它还能刺激大脑释放内非态,我们身体自带的,最强大的天然止痛药。 所以,别再把没时间,太累了,当作借口了。 你不需要办昂贵的健身卡,也不需要复杂的器械。 拯救你于慢性被痛的解药,就藏在你最本能的日常行为里。 午休时少坐15分钟,绕着公司走两圈,晚饭后放下手机,去楼下的公园散散步。 就这么简单。 将走路融入你的生活,你的身体,特别是你的腰背,一定会感谢你。 你每天大概会走多少路呢? 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步行习惯吧。 我是逆龄研究所,带你速递前沿医学。